大家好,我是爱多美中国法务部经理Arene。 下面将给大家带来产品推广规范的讲解。 产品推广规范是爱多美中国经销商守则的重要内容, 需要每一位经销商严格遵守。 为了让大家更好地理解并执行爱多美中国经销商的产品推广规范, 我们将今天的内容分为三部分。 什么不能做?为什么不能做?和我该怎么做? 第一部分,什么不能做? 首先,不能夸大宣传。 夸大宣传是我们一直强调的禁止事项。 主要有,第一,不能使用绝对用语。 常见的有,世界级,最佳,全方位,至尊,一流,绝对,顶级等。 第二,不能夸大产品功效。 将改善,将改善,跨大为根除消失,将有助于跨大为康复,或者使用用了什么就怎样的据事。 第三,不能虚假杜撰。 如,虚假产品成分、含量。 比如,有的产品含有某种天然物质,就夸大为纯天然,百分百无添加。 还有虚假企业的背景、研发团队、企业的获奖经历等。 第四,不能暗示产品有医疗效果。 如,使用治疗、康复、恢复、缓解或消除疾病等用语。 其次,不能进行以下不当行为。 第一,不能私自进行产品实验。 第二,不能进行产品使用前后的对比。 第三,不能与其他同行业公司产品对比。 从而贬低其他公司产品,诋毁其他公司声誉等。 第四,不能引用没有根据的统计资料、文摘等。 上述这四点行为没有经过专业资质的单位认证和验证。 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8条 关于虚假宣传认定情形之一, 即使用虚构、伪造、或者无法验证的科研成果、 统计资料、调查结果、文摘、 引用语等信息做证明材料的。 相信大家知道,这款产品是爱多美的明星产品。 虽然在中国尚未销售,但是已经有些人宣称 Hammerheim治疗癌症、消除疲劳、降低胆固醇。 甚至还有说Hammerheim的研发背景是, 担心韩国核研究员接触核辐射, 该产品已经被指定为太空食品等。 这些宣传是不具有真实性的, 请大家不要相信、不要跟从、不要转发。 第二部分,为什么不能说? 首先,上述行为涉及到违反中国多部法律法规, 包括广告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 违法的后果有,没收违法所得、高额罚款、 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还会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其次,商术行为会带来负面的社会影响力。 在当今市场经济活动中, 失去信用可能是对企业的致命伤害, 会对经销商自身、对爱多美、对爱多美品牌、 甚至对整个行业带来负面的影响。 最后,这些行为也是违反爱多美中国经销商营业守则的行为。 爱多美中国将有权依照经销商合同, 经销商营业守则对行为人进行处罚。 处罚包括暂停或停止发放服务费, 解除经销商合同等。 我们已经了解了市场推广中什么不能做和为什么不能这样做。 那什么是经销商应该做的呢? 我曾经在韩国参加会议, 一位同事引用的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 他说, 在准备了精美菜肴的餐桌上, 只要准备叉子和勺子就可以了。 各位在推广爱多美产品时, 不需要对产品进行天花乱坠的描述。 你只要对他说, 我们的产品很好, 请他来体验一下就可以了。 在着这样的认知, 大家在进行产品推广时, 请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 以公司发布的产品宣称为依据, 做到, 没有功能的不宣称, 不夸大, 不杜撰, 实事求是地照着说, 不确定地不瞎说, 不知道地愣着再说。 第二, 在产品推广的过程中, 需向消费者详细介绍公司的退换货制度。 经销商不得擅自拒绝 消费者正当退换产品的要求, 严格按照公司公布的退换货政策, 处理消费者的退换事宜。 第三, 顾客体验产品时, 做到, 胶弱皮肤区域需避开, 使用方法要遵守, 敏感肌肤先测试再体验, 损伤肌肤不体验。 以上就是关于产品 坚持正善上略, 正直和善良才是最好的战略。 我们的产品营销策略就是产品的品质。 好的产品自己会说话。 谢谢大家。